哈囉 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 歡迎來到喜劇院喔 我是雪人 我先掰 我們又終於回來錄音了 很久沒錄 像是第一次錄一樣 沒錯沒錯 非常的生疏 對 我們的喜劇院有3.0 只要一段時間沒錄就一直加新的一代 但是我們星際一開春就找到一個非常厲害的來賓 唉唷 多厲害 這個來賓他最近入圍了金鐘獎 欸金鐘獎很屌欸 而且我跟你講他那時候答應來我們節目的時候 其實他還沒入圍 所以那個時候他是無名小組 對 然後他有跟我說 我們是他入圍之後第一個上的這個頻道 哇靠 我們神預測 真的欸 壓隊寶 壓隊寶 所以讓我們歡迎這個入圍金鐘的 怪客臨門主持人 宋明翰 大家好 我是明翰 Yeah 明翰明翰 是 但這邊要澄清一下啦 我是我主持的那個節目 有入圍節目的最佳綜藝節目獎 但是我沒有入圍最佳綜藝節目主持人 你就知道這個節目的敗筆在哪裡 哈哈哈 不會 我因為我已經很厲害了耶 是 你自己有聽到那個名單你有蠻得意的嗎 還是你覺得 欸真的假的 完全沒辦法想像 其實那個時候我就是在跟我碩士班的同學 還有學弟妹聚餐 然後手機就響了一下是製作人發給我的 然後我就點開我就看到然後我就傻住了 然後就手有點在抖 然後呢旁邊有些學弟妹又是第一次認識 我又不太好就太髒狂就突然叫出來 哈哈哈哈 那你第一時間是壓抑的 對 然後對面坐的是我認識的同學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用嘴巴的那個嘴型 就講說入圍入圍 他看了半天看不懂 我這樣 哈哈哈 煩喔 你把他叫出去啊對不對 對 最後講一下 最後講一下 對 那你是什麼時候會 欸十月多才知道嗎 十月 好像十月中吧 才會就是那個典禮上會公佈有沒有得獎 那你現在會每天都很期待嗎 很緊張 沒有耶 我自己還是有一點自知之明的 你覺得你不會得獎 因為名單上還有什麼 那個 全明星辯論會啊 然後有什麼 綜藝大熱門啊 那些都還好吧 那些節目 普通通啊 黃豪平啊 憲哥啊 都爛咖嘛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很敢講是不是 哇這個檢運告 檢運告 他想說那個流量很低 沒什麼 他很敢講 隨便亂講 反正也不會得罵一罵 可能比較有流量 那 明星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怪客靈門》這個節目嗎 啊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會邀請這個明翰來 是因為 我們兩個有去錄這個 《怪客靈門》這個 這個電視節目 客家電視台節目 客家電視台節目 然後 這個節目 他好像是每一集都會邀請一些來賓 對不對 是是是 那 那我們那個時候非常榮幸的就有去跟他一起參與了一集 大概喜劇員都用完之後終於 對 輪到我們 卡米地快被我們掏空了 那你可以介紹這個節目嗎 這個節目的概念或是發想是什麼 好 其實那時候 蜘蛛人找到我的時候就是說 因為他們換了新的台長 那台長是很年輕 而且以前是做主播的 所以他希望說 真的可以把客家化盡量推給年輕人 然後就說想要做一檔就是喜劇節目 那當然因為是在客家電視台 所以還是離不開說 我們還是要推廣一些客家文化 對 然後他就說希望能夠用這個喜劇 不管是相聲脫口秀還是慢才去包裝一些客家的俗言 或是客家的用語 然後他告訴我就說 不管你怎麼包 我一集只要讓觀眾朋友記得一句 客家話或是一個客家單字就夠了 就我覺得比較可以想像成說 我們是以做一個喜劇的秀為主 只是說我們安裝了一個業配 然後這個業配是我們要業配一句客家話 每集都會出現的 對對對 因為明漢你是客家人 我是客家人 但是你從小就會講客家話嗎 還是你是硬練的 我是硬練的 那你幾歲開始練 我是從小學大概小學六年級參加客家社 為什麼突然 客家社 因為就是有台語社跟客家社 我想說我是客家人我就選個客家社 只有這兩個社 你那什麼學校怎麼會測這兩個社可以學 沒有一定要修母語 然後其中有幾個選項 然後我就選客家 因為他比我們都小啦 我們小時候好像沒有什麼一定要選一個母語 反正那個時候就是有必須要用就是社團 然後跟母語教學結合 反正你就得選一個你就選了客家 對 可是你從小其實沒有人跟你講客家話 我爸不會講 因為我爸那個年代是我阿公會擔心 暴露自己的客家人身份 為什麼會被排擠 因為那時候閩克謝鬥年級 對然後我爸他們家就是住西門町萬華那邊 這是最常打架 閩南人最密集的地方 所以他跟我爸講說不要講客家話 深入敵影 就很壓抑自己這個 對 那客家人真的有小氣嗎 你覺得呢 我覺得長輩是真的有 所以到你們這代就已經沒有了 我有時候會希望我自己客家一點 所以你很矮有亂花錢 我很矮有亂花錢 我每次看到我自己的那個月收支 我就覺得哎呀我是不是可以生一個 哎呀我會不會是閩南人 我的收支很閩南 我就想到一個故事 是我阿公的堂弟那一輩 對那個叫什麼就是濟公嗎 類似 因為阿公的弟弟就是濟公 但是堂弟不太知道 就是濟公那一輩 然後大概就是現在我們這一支裡面 剩下來年紀最大的 他就召開一個這個中族大會 討論我們這個土地的問題 開一個中午的會 照我來講要準備午飯之類的 他準備了20個包子 一人八一個 而且現場是有25個人 哈哈哈哈 少準備 連礦泉水都沒有 因為會問這個問題其實是因為 好像刻板印象嘛 但是因為我身邊沒有什麼客家人 我也不太知道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直到我們去客家電視台錄影的時候呢 然後突然中午的時候就有那個工作人說 來要請大家喝飲料 然後想說我一定要拿一個五糖綠茶 然後轉過去是鋁箔包 然後鋁箔包是比較少拿到的飲料 這個可以講嗎 這個可以講嗎 這個可以講 講了之後然後拿金鐘獎 因為我當下我也 我當下也沒有就是要禮貌 鋁箔包也是非常好喝啊 只是說比較少見 然後明漢轉過來跟我說 蛤你是不是以為是手搖飲的 我在這裡是沒有喝過手搖飲的 還有一個更客家的這個 你仔細看我們節目的來賓 都是台北的喜劇演員 因為要加車馬費是不是 我講了好多次 限典現座跟那個鋁箔包羅沃克 可不可以來啊 他們就說 這個交通費 這個考費啊 你就說 你就跟那個 請那個鋁箔包羅沃克 限典現座他們安排一個台北的行程 然後順便來錄影 而且排練的時候要來玩一次 然後錄影的時候要來玩一次 因為 怪客里門是邀請真的 譬如說像單口演員啊 漫才啊等等這些人去 現場喜劇的一些人為主 那說實在你跟這些人合作 比如說單口演員或者是漫才 你會不會很看不起單口演員啊 為什麼要 為什麼先笑 為什麼先笑 沒有我就覺得問題 為什麼預設我會看不起 因為我必須得說就是 像相聲演員的口條都非常好 咬字都非常清楚 然後你們背稿能力也很強 因為我跟學人是看過一次艾笑斯坦的現場演出 是 然後那時候我們看完就覺得好慚愧 就我們自己寫可能寫五到十分鐘的稿 都還會忘 但是你們那麼多道具然後走位什麼的都做得好精準 所以我想說那我們一起錄節目的時候 我的詞可能跟你比也是十分之一吧 但是你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流利 那你那時候跟我們合作的時候會覺得說 這些人到底是怎樣 搞一倍不好 然後講話也不清不楚媽的 會有這種mrm在心裡嗎 其實真的沒有欸 真的嗎 那你剛剛笑咧 沒有我就覺得這個問題 很危險是不是 已經為我踩了一個立場 我們已經把坑都挖好了 我知道啊 一定是黃毅豪給你們留下的印象 黃毅豪沒有看得起過任何一個現場史劇的 因為真的非常大的差距 是 但是我覺得 慢才又是另外一個感覺 但其實單口喜劇演員一直給我的是一種提醒 你說千萬不要像他們這樣 不是不是 欸你拐著我要回答 我跟他們有問題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一種提醒 就是我記得我也跟學人在某一個現場講過 應該是在三咖啡的現場 就是說 脫口秀演員有一個特別好的地方 就是他們上台 真的沒有說我一定要表現什麼 有時候他的心態很簡單 就是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而這個事情是我真的發生過 真的有感我真的的觀點 那這個東西有時候 在某一些演員看來真的會覺得說 好像缺乏某一種專業性 因為你們是怎麼樣 那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可是我們有時候是劇本 那個劇本可能就是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東西 它不見得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說沒那麼自然 他有點像是演員吧 你更像是一個演員 對就像是演員 有時候會把很把自己當演員 然後每一句話的重音要放在哪 然後呢我每一句話的情緒要做到多滿 然後呢我這個節奏啪 什麼時候出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啪什麼時候出一個東西出來 但是單狗喜劇演員沒有這個東西 那而這個東西呢 在某一些人眼裡看來會是一種不專業 可是在某一些人眼裡看來是一種 特別特別親切 特別特別沒有門檻的一個東西 沒有距離感 對 而我覺得電視節目很需要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比方說 我自己可以想 我們這個節目 如果說沒有得獎的原因 會是 現在講這個好嗎 我們可以幫你錄很多版本 什麼得獎的錄一個 一定得獎啦 那節目啦 一腳踢開這樣子 然後一個版本 然後說啊其實我覺得是 參加錄為是榮幸的這種版本 沒有 這個議題很有趣喔 得獎的原因跟不得獎的原因 可能是同一個 就是我們把這個節目的劇本 寫得很清楚 排得很好 那好的地方就在於 導播什麼時候要切鏡頭 什麼時候都知道 然後我們不會出現空拍 我們什麼東西都出來都好 可是 壞的地方有時候也會在於說 沒有什麼驚喜 太知識了 對 或者是說沒有什麼 有時候會明顯有些梗 是不可能臨時發生的 觀眾一看就看破說 這一定是誰好 就這不夠真實 這一定是誰好 對 可是如果你比方說 比方說你看 我覺得比較極端的例子 會是憲哥的綜藝大人們 那憲哥就是他從來都不會RE 他就是不開會 不RE搞不NG 然後有時候當天要錄什麼 可能Lulu和點知道 憲哥不一定知道 來啦就開錄啦 然後但是藝人要丟什麼東西 或者是小鐘啊康康 要丟什麼東西出來 那個東西的反應 是最及時最當下的 缺點是有時候會覺得很散 很鬆散 或是什麼亂七八糟的 或是也有人丟了沒中 可是好處就是說 他的那個隨意性 絕對是高於我們的 而脫國秀演員 我覺得加入這個節目 就是在緩和這一件事情 你說他帶來了一個 那種更隨性 沒那麼 不轉眼的感覺 更真實吧 我覺得 對 所以你覺得 你在單口身上 有看到這個特質 我一直很想 就是我自己在觀摩 脫國秀的表演的時候 這是我覺得 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還有其他的點嗎 你講得出來嗎 你說 嘗試著講一個就好 其他的 單口演員你觀察到 還有沒有其他好的地方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是 我覺得 對於創作這件事情 我在別的節目也講過 相聲演員 大概有一度 有蠻長一段時間 失去了某一種創作的活力 嗯 而這個東西 展現在的 反而是脫國秀演員身上 因為我看到脫國秀演員 但凡是知名度 稍微有一點的 不是說多有名的 他們哇 隨時隨地 好像拿著一個筆記本 或是隨時隨地聊天 就一直在想 我要出笑點 我要出笑點 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相聲做為一個 也是喜劇的藝術 我們應該撿回來的東西 其實當年的相聲演員 就是這樣子 最初的也就是 為了要搞笑 當相聲演員 沒有把自己當作 藝術家的時候 相聲演員是那樣子的 當某一個階段之後 相聲演員突然覺得 哎呦 我是藝術家了之後 反而失去了這一種 活性的創作的能量 因為我想問一個點是 像相聲演員 是可以演傳統段子 就是可能是別人寫的段子 那你們可以選擇創作 或不創作段子對不對 可以 但是基本上每個相聲演員 都有一點點小改的能力 因為你拿傳統相聲段子來 那個用語 也可能是大陸的 也可能是很久以前的 所以至少有一個 把老的劇本改成 我嘴裡面的話的一個能力 但這是最低標最低標 對 那再上來一點就是 可能是改編傳統段子 再上來一點是 寫新的段子 那可是 像單口是 我的段子就是 如果你講我的段子 那你就是吵醒 對對對 所以那相聲是怎麼樣 那今天你寫的這個新的段子 別人也拿去用 也是OK的嗎 這個東西就很曖昧 對啊 因為相聲的傳統真的是這樣 你就想像一下 我們在這個街頭藝人 然後有雜耍的 有跳火圈的 有什麼東西的 然後有一個人是專門講笑話 那時候他們可能也不知道這個東西叫相聲 所以你把它當成相聲 把它當成戰力喜劇 都沒有問題 反正就是對著來來往往的人在講話 我今天講完我所有的笑話 怎麼辦 我去隔壁攤聽好了 聽一聽 它這個笑話不錯 但我覺得我可以講得更好 我再加一點我的東西進來 最後加一加加一加 哎呦 但是它確實也真正的成為我們的一個瑰寶之一 我們有時候想不到什麼哏的時候 我們回去找傳統想說 哇好棒的結構 我填新的內容進去 其實就是一個新的創作 可這件事情到現在 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版權意識都起來了 對 那我自己的做法是 比方說我在台北渠儀團期間 就包括現在 我寫了很多屬於我自己的段子 然後呢 台北渠儀團的團長就會跟我討論說 你寫的段子 可不可以留給我們團的後備用 哦 那這件事情我就是說 好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有一個野心 是我也希望我的創作的段子 變成經典 可以流傳嘛 那流傳就像歌曲一樣 一定要可以翻唱嘛 那我一定要把這東西釋出 但同時我也說 那但是希望說 如果後備在用的時候 如果是比較大的場合 有節目單 或是有像電視節目一樣 跑那個編劇的時候 可以把我的名字放上去 這是一種互惠 因為我自己在台北渠儀團也說了很多 比方說 好多段子是黃毅豪寫的 我竟然不知道 然後黃毅豪也不計較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放手一點點的著作權 但是我們使用的人 多一點點的對著作權的感恩 然後形成一種良好的傳承 我覺得是好的 那你有沒有不想放手段子 比如說我覺得這個段子就是太cue 我就要講他十年就是我來講 有沒有這種不想放手段子 因為我們如果單口的話 一定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 這段子就是我 我心裡寫這樣寫的 我才不想讓別人講 而且別人如果講 演得比我好 那我不是尬了 你有這種想法嗎 我目前好像沒有 可是有一些個人 我自己覺得我說相聲 不是一個個人風格 特別鮮明的人 可是有一些個人風格 特別鮮明的 像是黃毅豪 跟吳思偉這樣子 他們反而不怕你拿去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能展現最多 就是你絕對念不出我這個口氣啦 你拿去也沒有用啦 哇 他們都還有自信喔 薛恩 薛恩你有這個自信嗎 你的段子如果給別人講 你會害怕嗎 如果我的段子拿去給別人講 他們發音會比我更標準 而且有時候 你可以反過來想這個邏輯 就是 有時候反而是 你本寫的好 誰拿去講 效果都會好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種驕傲 比方說 像狗屎寫手 你要寫給一些 他不見得是專業推過秀演員 但他說出來還是有效果的 這是一種功力 對 這真的是功力 另外一種功力是 我寫出來的本其實普普通通 可是靠我生動的這個表演 我可以把它演出效果 那別人拿不走 因為別人 照著那個本念就是無聊 懂 這是兩種不同的實力 像是也有專業的術語 一個叫 活寶人 活就是段子的意思 就這個段子好到誰演都好 另外一個是 人寶活 人寶活就是 我這個人好到 我演什麼屁都很好 哇 我理解 但也聽起來就有點像是 有些人他那種 古典樂的那種作曲家 然後他做一首曲子 然後現在到現在 大家還是都 各種在彈他的曲子 那種感覺 對 或者是你的歌 一直被二創 或者是用不同 被不同的人唱 你就覺得有時候覺得 滿有趣 原來你可以 把它表現成這個樣子 對 或者是比方說 更淺白一點的例子 就像是這個三流 三流笑話裡面 就是有表演流 然後也有文本 或是很聰明的那一流 都有各有各的生存方法 對 那像你現在在客家電視台 就是長期的 你主持這個節目應該滿久的對不對 兩季 兩季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去公視 不是公視 是公視的 是公視的攝影棚 公視的攝影棚 就覺得好像那邊的那個 大家年齡稍微長一點點 那你在溝通的時候 會覺得跟長輩或前輩 好像要更注意用詞 還是什麼的嗎 還是其實是很隨意的 這段我們可以剪掉 沒有沒有 我就留著把它留著 相聲界還是在乎傳統的 所以跟相聲界的老師們 應對進退的時候 我會比較拘謹一點 OK 那這個東西有時候 反而就是在現場喜劇界 我遇到一些人 比方說我遇到歐爺的時候 如果我還對他那麼拘謹的話 反而很奇怪 對 所以我覺得 對不同的人 就是不同的態度吧 因為明翰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 他可能跟我差不多大 但是明翰才26歲 可是他非常老成 然後他來錄音 現在喔 他現在已經入圍境中 他拿禮盒來給我們 沒有沒有 因為他還沒有得獎 如果他得獎他就不會 我們去錄影的時候 那個不是有化妝師什麼的嗎 對對對 然後明翰就會招呼每一個人 我就覺得 哇他真的是好八面玲瓏 而且他的主持人 已經要講超多詞了 但是連在化妝的時候 他也是很關心大家 可以聊天 對 你是 你有辦法安靜下來嗎 哈哈 你現在在罵他是不是 沒有 因為明翰 明翰的聲音 讓我覺得他是 但是你好像是小時候 就長繭了是不是 對我大概小五小六 就被檢查出我長繭 然後因為我看明翰的紀錄片 然後他爸爸說什麼 怎麼那麼小就發現長繭 就說會不會他上輩子 其實就真的是靠說話 他爸爸說他自己有點明信 想說會不會我這個兒子上輩子 就是靠說話在生活的這樣 那你覺得是這樣嗎 覺得我爸是一個大學教授 還這樣迷信 哈哈哈哈 那你為什麼那麼小就長繭 有原因嗎 呃 當然有先天跟後天 可是詭異的就是 我先天的嗓音就很差 差到是說我爸講說 那個我媽剛生完小孩 要去這個產房接小孩的時候 遠遠就聽到一個小朋友的哭聲 特別難聽 嗯 就一看哇就是宋明翰 怎麼像童話故事的感覺 哈哈哈哈 哭得很難聽 那你最後去打鬼嗎 我不知道 可是你這個聲音有特別難聽嗎 我覺得好像還好 他可能想要更響亮 因為他現在他有點 因為畢竟他是靠那個啊 說話的啊 就是我的職業 他希望更那個 更渾厚一點 我覺得我從小的講話方式就是錯的 喔怎麼說 就是會一直擠自己的喉嚨 你說 太用力是不是 對就是 然後小朋友的喉嚨都是脆弱的 然後再加上我又演出演很多 然後演到一個地步之後 教我相聲的老師就覺得說 奇怪這小朋友怎麼會聲音這麼沙啞 嗯 然後就去檢測就說 哇年紀小小就已經長檢 所以是 我覺得我先天的構造就沒有那麼扎實 然後我天生的用力方法就錯了 然後再加上巨大的演出量 就會變成我長檢這樣 那你長檢後來怎麼解決 呃那時候醫生就叫我不要再講 嗯 然後叫我休息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跟我爸講說 好說相聲是我第一個夢想 我要完成我第二個夢想 我要成為一個棒球選手 欸 然後我就轉去讀體育班讀了三年 嗯 認真打甲組的棒球喔 靠 很認真欸 你那個時候不是還跟朱德剛一起演出 那是我小學四年級 然後 我五年級檢出有問題 對 然後我六年級跑去打棒球 對 所以你說放就放喔 他是要打當那個國手那種職棒的人 然後再打欸 對然後最好笑的點就是 就是我正準備要放棄表演的時候 對 客家電台就打來說 我們有個節目叫日頭下月光光 嗯 一個用客語講相聲的一個長壽的節目 嗯 所以想要引入年輕人去講客語的主板 你要不要來嗯 然後我就背著醫生我就去 那個時候你多大 我大概十二十三 我的媽 對 但是後來很神奇的是可能運動也有關係 他反而讓我肺活量更大 然後讓我知道怎麼樣正確的用聲音 喔 後來反而那個聲音老師說 欸我學會講話的方法了 嗯 所以我就順勢就這樣回舞台了 然後棒球你就放著了 棒球我打了三年之後壓力很大 因為一邊錄電視 一邊打棒球 然後我爸又說 好猛喔 你要玩的話你必須成績要有一定的水準 對 你又念書 我又念書 然後我就開始失眠 然後我爸就說不行 你一定要選擇放一樣東西 你那麼小就失眠了 唉唷我的媽 然後就放棄睡眠 哈哈哈哈 好有道理我怎麼沒有想到 放棄睡眠 所以後來你決定還是要 我就放棄棒球 你就放棄棒球 對 那你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你這樣很小的年紀 你怎麼樣接觸到相聲呢 其實也就是我小時候參加一個那個說故事比賽 嗯 然後台灣的那個語文競賽的那個 那個調調你們也懂嗎 有有學人有參加過 我小時候是說故事比賽第二名 你要表現一下嗎 來一段來一段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一年十一班的王學人 今天我要講的故事是 今天我要講的故事是 好 失敗 換人換人 我覺得學人還是偏自然一點 那你試試看 我那時候遇到的環境應該是 各位評判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就是這種 他聲音真的好沙啞 對對對 歐爺老師的年輕版 對對對 小歐爺小歐爺 對 那個時候我爸就講說 他不喜歡這種方法 有別的更幽默的這個 講故事的方法 他就拿了一篇他私藏的那個 無躁難未能好的錄音帶 我覺得你爸好前衛喔 你爸好酷喔 對然後我一聽我就說 哇我好想去學 然後學了之後 就用這個相聲邏輯 寫了一個這個說故事比賽 很好笑的一個段子 哇拿了這個全校最後一名 太前衛了 太前衛了 因為我不是用他們要的那個方法 很受傷嗎 應該很受傷吧 但是我還是愛上了相聲 喔 然後就跟我爸說我要學 然後我爸 我們家做木柵 我爸就很懶就搜尋 木柵相聲 對 超懶的 超懶的 不能怪爸爸吧 他應該是好搜尋台北相聲 木柵相聲 冥冥之中有天意喔 不要笑死 這個木柵是在台北相聲劇團 最密的一個區 但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知道 對然後我就待入台北曲衣團 一直就待到現在 那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多久 那時候大概六七歲七八歲這樣 沒有沒有那個啊想要放棄過 因為真的好久欸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種幸運 就是我一路以來 很多人都說你怎麼說相聲堅持到現在 我其實真的沒有堅持的感覺 我一路都覺得好玩 然後越玩越好玩 然後越做越想要做更多 然後越想要學更多 對啊 欸但是我想要問一下 你現在接觸到其他的喜劇演出 你會不會覺得哪一種也是 你覺得很有興趣 還是你覺得相聲就是你的本命 目前就是我玩很多 比方說 也有嘗試過脫口的時候 也有嘗試過慢菜 但是我都覺得欸好玩 或者是久久玩一次很好玩 可是我最想念的還是相聲 那你覺得 因為我覺得單口喜劇跟單口相聲 其實真的蠻像的吧 就是說對觀眾來說 就好像就是你一個人講 那你覺得差異在哪裡 因為你之前跟Michael 就是另外一個喜劇演員 也演過一次 是 對不對 那你那次也是講單口 是 那你覺得差在哪 為什麼你嘗試了之後 你還是懷念相聲 其實我自己感覺 單口相聲跟單口喜劇的形式很像 但是單口喜劇的來源 他是怎麼過來 變成現在這種表演方法 我沒有很清楚 可是我知道單口相聲其實是從 類似於說書過來的 所以其實單口相聲還帶有很濃重的講故事 他未必笑點多密 就比方說現在在講那個LPM這件事情 單口相聲是不在乎這件事情 很多經典的單口相聲是 我可以讓你講20分鐘 笑點在最後一句上 有人說很像落語的那個邏輯 就最後一句再落下來 落語的這種感覺 那我自己在講單口喜劇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要過的一關 就是我認識到我身邊講單口喜劇的人 他們講的段子 虛構的成分沒那麼高 太多真實的東西了是不是 對 然後比方說真的 就比方說遇到情侶吵架的問題 我就來寫一段什麼 或是哪怕那時候黃毅豪 他第一次嘗試要說脫口秀的那個段子 叫公主病了沒 然後裡面就講他追女生失敗 然後女生都有種對於公主的幻想 這個東西 這就是在他生活中 他會跟我們講的觀念 然後他現實生活中 那時候他真的就是那麼討厭女人 就是真的是呈現自己的生活跟觀點 可是有時候我會發現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好像欠缺這樣的能力 我會寫虛構的東西 可是我要再往心裡面再挖一步的時候 有時候要嘛是會覺得退縮 有時候要嘛會是覺得說我找不到笑點 而且你應該也不喜歡那種感覺吧 是嗎 我沒有不喜歡 只是說還沒有那個feel 我還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你現在是覺得相聲是可以寫虛構的東西 讓你比較著迷嗎 呃我 就像那時候有 我有次覺得還有回到卡米地 然後碩修就說 欸你不要忘記你也講過單口 你也再講一下單口 然後 碩修人在親那邊 對 碩修人好好 對然後 我有時候跟我女朋友討論的時候 也會講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自己是 我不知道這樣的觀念有沒有錯 我自己是覺得 嗯 現在我有很多的題材 對我來講 最適合我的表達的媒介就是相聲 嗯 那為什麼我一定要再去做脫口秀 那一定就是我要有一個題材 是相聲裝不了我 我這個 我的這個題材 了解 我必須要換到脫口秀的這個媒介 嗯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真的有一天是有這個東西出現的話 那應該是我非常非常真實 非常非常內心的一個觀點 而是相聲有點裝不住的 哦 對但現在這個東西沒有生出來 了解 因為像他說他能寫虛構嗎 對 我就覺得很厲害 我是沒有辦法 我我喜歡單口的原因就是因為 可以講生活中我遇到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很爽 嗯嗯嗯嗯 就是你遇到什麼鳥事 然後把它講出來 然後大家跟你有共感一起笑 我就覺得好快樂 但是如果你叫我寫一個 可能自己幻想的 我就有點 我反而寫不出來 我沒有感受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每次要談到我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不值一提的感覺 哦 我不知道為什麼 嗯 或者是說 跟朋友 親密的朋友之間聊天 會覺得很有意思 嗯 可是我一想到有觀眾這件事情 我就會覺得 哦我這些事情都不叫事情 哦 你有這個想法 我不知道 我有點跨不去 過去這個看 許惟你覺得是為什麼呢 嗯 這就要談論到他的童年了 哈哈哈哈 現在開始自殺了 心理治療對不對 哈哈哈 你是不是 曾經在身裡面遇見 你知道 我想要思考一下 因為 但是我覺得 單口喜劇不一定都是很內心深沉的東西 就是你對路邊的東西的觀察 他不一定很對你 可是那個也是一個很真實的一個想法 哦 對對對 所以只要碰觸到你真實對東西的觀點 你就 就比較不會有感覺你 還是會想要寫你 那你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你創作一個相聲段子 他的那個路程會是什麼樣子 嗯 每一段生出來的狀況 都不一樣 不太一樣 但我現在自己是有一個 比較成熟的功法 是 就是比方說 我最近寫段子 會一定是選定一個主題 嗯 然後呢我會先 不要去想它的架構 嗯 然後就隨便想 我能夠以這個主題往外延伸 我能夠寫出多少的笑點 嗯 然後當我能寫出 大概三到五個 就是這兩個 這寫出去一定爆的笑點的時候 我就知道OK 這個段子可以成立了 嗯 然後接下來我就在想 我要怎麼 找到合適的角色 跟合適的劇情 把這些笑點 很有機的融進去 大概啦 大概的方向 所以說明他是很強的寫手 就是你給他主題 他就能寫 嗯 很厲害欸 他想到我戴狗死寫手的表現 他突然猶豫 哈哈哈哈 然後想說欸我剛剛在同一個選組 好像也還好 他就是會一直寫一大堆 寫音或各種其他的笑話 欸是寫音嗎 你 除了寫音以外也有一些 不倫不類的 對不倫不類的 很奇怪的笑話 然後他就會寫一大堆笑話 然後讓豪哥一一的打槍 哈哈哈哈 因為觀眾朋友就是 明漢跟學人都是 狗死寫手的寫手 像我是完全沒有那個能力 就是你今天叫我寫一個什麼主題 然後我就 我沒辦法寫 可是我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狗死寫手 我反而比較可以寫 可能那也不是我自己 你就是 反正 而且大家也不知道是你寫的 會不會有一種安全感 那個倒還好 那個還好 但是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對我來講 幫別人寫 比較像脫口秀的東西 我反而可以出一點東西 比較自在 對 至於為什麼會生那麼多爛笑話 是有時候我也會有一個 想要鬥樂其他寫手的這個義務感 你在找台階下 對 有一些笑話是寫來鬥邪手的 喔 那種Sweet 他就是那種 還照顧到邪手的心情 那個線上會就是 他一直在兜售他的東西 欸這也不錯啊 這也很讚啊 因為你們那個機制是怎麼樣 你要講一下 我們那個機制就是 我們可能前一週 然後會開那個文件 然後大家在上面 把自己的笑話題也寫上去 就是可能 這期是草西平 然後你們幾個就開始寫 草西平的狗死寫手笑話 然後最後是好哥會決定 假設你們寫100個 只有30個入選 錄影的前一天呢 那個晚上我們就會開始開會 然後把這笑話 大家填上去笑話 一個一個列 好這個是 明翰寫的這個這個 好刪掉 會唸出來嗎 會啊 就是會看嘛 然後這是殺小 然後刪掉 所以那個人要出來 幫自己的那個笑話 沒有沒有大家一起讀 大家一起讀 對然後一般黃毅豪的做法 就會是 每一條他都唸出來 唯獨唸到我的 因為他是我認識很久的前輩 然後就會直接刪掉 送明翰這五條這些刪掉 刪掉 他會在那個地方撐很多條 對對對 然後他就量很多 他有些不錯就會被跳進去 喔那不錯 就是去年 上一季狗屎寫手的總量啊 我是平均可以到一集 用三個我的 喔那很厲害啊 這個總量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每一集齁 我大概都會寫大概 三十幾個以上 真的超多 你很多量耶 我是用量 這感動大家的是不是 他是走那個溫泉堂 你一直跳一直跳 有些總是跳不掉 然後老K就是一個禮拜寫一條 然後那一條就會中 但是老K很會寫 老K真的很會寫 老K真的很會寫 老K也很會抖手 對對對 你們會怎樣抖手 你可以示範一下嗎 因為明翰就會說 他這也不錯啊這不錯啊這樣子 然後那個誰 那個 你們要說服豪哥選人 豪哥會煞比較兇嘛 那老K就說 這個一定中啊你不懂 他會說他會嗆人 對對對 不懂啊這個一定超屌的 所以豪哥沒選賢他沒評位 然後老K就會被選賢 然後他就說這很棒啊這很棒啊 我沒有立場你知道嗎 這很棒啊 我沒有立場 而且 因為我有看那個明翰的IG 然後他粉專的IG的reels 蠻下面的是他很小 很七歲吧 然後他跟朱德剛老師一起 那是我第一次上台 你怎麼能那麼小 就跟那麼大尾的前輩合作啊 是為什麼 其實那時候也就是我學 像是那個半年 然後北曲都會有大的演出 然後那一檔演出呢 就是 就是我們文教部的主任 就是現在我的師父 他現在是團長 那時候只是主任 然後就說希望說可以有 老演員帶小演員的一場演出 這樣的橋段 對然後那時候就選到我 為什麼 因為 那時候老師對我的評價就是 他覺得我非常有爆發力 但就是嗓音特別難聽 不知道為什麼 爆發力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你在台上能量很大嗎 我能量可以開很大 然後對於一個小朋友來講 蠻不容易的 因為觀眾那時候應該蠻多的吧 那時候一場大概也就是兩百多 其實很多人你都不會害怕喔 喔 這也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是那時候我其實非常緊張 就上台前我一直都有一種 想吐想吐的感覺 可是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心理反應是怎麼來的 我一上台一鞠躬 那個掌聲一起來 我突然就鬆掉了 那你有沒有覺得你上輩子 真的有可能是 像你爸爸說的是 不得不承認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正常來說小朋友應該是會 蠻緊張 然後說不太出話的吧 但是小朋友是分兩種啊 一種就是超級緊張 一種就是完全沒有在管 但是他是緊張的啊 只是他上台就好了 可是一上台就好了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這種感覺到現在都有 而且還是我有點沉迷於 表演這件事情的一個原因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有這樣的心理狀態 可是你說你那時候學半年 你是怎麼學的啊 小朋友學相聲 你還記得是要上什麼課嗎 還是要訓練什麼東西 那時候就是三個大的課 一個就是相聲課 一個就是主板課 一個就是身段課 就是你的那個精具 請那個精具的武生啊 來教我們這個身段 一個禮拜上一堂 每個禮拜排課不一樣 對 但是身段課我是常跳課 所以 為什麼 因為我的肢體 就不是運用的太好 我可以打棒球 可是我不能做身段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身段要比較柔軟 然後又拉筋 然後從小就手腳就笨笨的 所以那個是我很挫折的 我到現在舞台上的動作都不好看 我的硬傷 你是不是因為 你不想上身段課 是因為你決定要放下身段 哇 不說以為是我寫的笑話 好這個 刪掉刪掉刪掉 好爛 所以這個是你會寫上去 要被好歌刪掉 對對對 然後相聲跟主板 相聲教的東西就是 首先當然怎麼走上台 怎麼鞠躬 然後怎麼把聲音放出來 這都會教 然後再來真的就是練繞口令 一個一個 比方說有專門唸 唸啵的這個音的繞口令 有唸啵的繞口令 就一個一個唸 然後唸完之後 開始進入這種相聲的小套路 然後在相聲有三番四斗 就類似於前面鋪墊三次 第四次出笑點 然後兩個人兩個人抓上來練習 然後另外一種製造笑料的方法是 比方說很歪曲的模仿 這個也有一個像是課本的小課綱 然後兩個人出來試 然後後面當然就慢慢慢慢會進入到 OK這個禮拜你要去背一段罐口 然後下禮拜來驗收 大概就有個循序漸進 但是你都覺得很快樂 那時候就是快樂就是晚 因為別人那個時候大家不是 可能小朋友要打電動啊幹嘛幹嘛 然後你就在那邊背罐口 你有被排擠嗎 呃還好 就是小時候就是蠻受歡迎 大家都也喜歡看 看你表演 對因為那時候我讀是讀政大思小 所以那邊的校風比較開放一點 所以常常會有什麼才藝表演 反而你很出風頭 對對對 那你就這樣一直學到你去香港讀大學 你為什麼去香港讀大學 喔因為我爸是政大教授 然後他就一直覺得說 如果他的兒子還考上政大 那真是太不爭氣了 我考上了三個政大的科系給他看 真的假的 所以你也很會 喔你很屌欸 是什麼政大什麼系 政大那個廣電一科 然後政大日文 然後政大那個公共行政 然後還有一個交大的傳播與科技 這樣還不夠猛嗎 超級猛 然後你爸不滿足 好說自我到政大就不夠猛 對 還是你爸是自我夢有夢到 你爸那種迷信 這個是真的迷信喔 他有去找那個算命 可是我不知道那個東西是怎麼運作的啦 後來我也有進幾個香港的學校 他就拿了一個 找了一個人拿一個像是法器的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運作 然後他就說反正 如果說明漢適合去這個地方 他就會偏向一邊 不適合就偏向一邊 他就一個一個問 明漢留在交大會是幾分啊 明漢就問了 明漢去香港城市大學會幾分 然後就比較偏氣氛這樣 可是怎麼會想到要去香港 因為不就是台灣可能台青教程選 怎麼會多了一個香港的選項 我自己就是覺得 我那時候很想走出去看 可是我同時對於就是華語文化 又還蠻有熱情的 我就不想完全離開 懂 所以就會去了就是 我那時候覺得香港就是都有 懂 但都有的反面可能也是都沒有 那個法器失靈了 那個法器沒電了 所以你後來就去香港念大學 對 然後你還在那裡創相聲社 對 那邊有一個 剛好遇到一個天津 因為天津是取義之鄉 然後那邊其實講相聲很困難 然後就遇到一個天津的相聲演員 我們就組了一個相聲社叫明春 不是教春 叫明春 他剛剛在塞校點嗎 對啊 對 唉呀 然後你就創立了對不對 對 然後就是有在學校演出 然後大部分來看的都會是台灣的 就是跟我一樣台灣去那邊讀書的同學 還有大陸去那邊讀書的同學 對 那你後來香港回來台灣之後 你就繼續在台北區表演 對 那你們 你現在大學畢業到出社會 是一直在那邊工作嗎 還是你跟他的關係是什麼 現在就是政府有推出一個傳統藝術接班人的計畫 然後就是讓我們這些 所以你是接班人 喔 我是傳統藝術接班人 台灣的相聲現在還存在 明漢功不可沒 接班人 五十年後我就是國寶了 真的耶 所以你是在這個計畫裡面 對 然後他很好的地方就是他提供我們這些 不只我們也有學歌仔戲 學京劇的 就是一個底薪 嗯 他們出百分之五十 嗯 然後劇團出百分之五十 對 相對應的呢 我們一年要有八百八十個小時到一千六百個小時的工作時數 是兩倍 就是 所以如果你工作到一千六你薪水會更高一點 八百會更低一點 喔 了解 然後這個工作時數分三大項 一個是演出 嗯 一個是劇團行政 嗯 然後另外一個是跟老師上課 嗯 這是我覺得最幸福的地方 就是我已經 可能十八到二十歲 你說是成年演員還不到 嗯 你說是小朋友 我又太老了 嗯 讓我出了社會可以拿著薪水 繼續跟 比方說像朱德鋼老師 樊光耀老師學習 嗯 而這段時間確實是我覺得我進步最大的 就是比方說我跟德鋼老師 跟光耀老師 跟宋少卿老師 貼身學習 都是在這段時間 嗯 所以那個時數你去學東西也算在那個時數裡面 對 然後一年大概會播八十到一百個小時的上課時數這樣子 嗯 那你現在做這麼久了 你的下一步是什麼 因為 嗯 這樣說好就是可能在台灣大家會覺得好像相聲有點 落寞 是 沒落了 對 落寞是很難做的意思 都有啦 落寞是坐外面 對不起 相聲那不看一集那就落寞 都有了 你覺得有嗎 你覺得有嗎 還是你其實很看好 或者是你有什麼想法 沒落肯定是有的啦 嗯 當年 比方說我師父他們年輕的時候 嗯 那個那個劇團叫漢林 漢是漢草的漢 嗯 林 欸 等一下喔 漢是哪一個 我師父 倒是棒的師父啊 你啊 對對對 不管了 有一個劇團 對對對 那個算是台灣那時候最大的相聲劇團 你們現在看到的 宋少卿、馮毅剛 然後呢 台北曲藝團 都是從那邊出來的 都從那邊分出來的 OK 對 那個時候他們一年可以演將近700場的演出 好屌喔 等於每一天都分兩隊出去演出 喔 然後呢錢就是放在後車廂這樣站 哇賽 頂盛時期 對 那當然現在是不能比 嗯 那你說 呃相聲在未來有沒有發展起來的契機呢 呃 我曾經是有覺得有一點 就我們後來不是發展起來的愛笑思探嗎 那個是有找到企業贊助 嗯 然後我們其實也挖掘到了一批 這批觀眾是 他們是願意對相聲投入跟奉獻的 嗯 因為我自己在成長起來的時候 遇到一個很尷尬的時期 其實就是一個全面去中國化的一個時期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聲 喔這怎樣 是中國的東西啊 嗯 跟我有什麼關係 嗯 可是比我們再小的小朋友呢 他們是天然的 呃也不讀 但是也不同 因為他們天然就接收 比方說像抖音啊 嗯 或像是中國的偶像也不少啊 嗯 那他們不見得說很覺得一定要同 嗯 但他們也沒有到逢中必返 了解 所以他們對相聲反而是持著一個很中性的一個態度 然後找到了企業贊助之後 我們組了愛笑思探 那時候我們還有一個line的粉絲群 嗯 裡面是近五百人 那很多人呢 然後他們也幫我們出這個周邊商品 嗯 然後我們有會員等級制 哇 搞這些 好猛喔 然後集滿都要演出送拍立德 拍立德什麼送千名 我們以為他很完整的制度 很像女僕咖啡廳的感覺 你可以說偶像男團嗎 哈哈哈 對啊 為什麼女僕咖啡廳啊 因為女僕咖啡廳那個換拍立德 讓我印象很深刻啊 你也太不會類別的嗎 爛死 超爛的 對對對 對 但是終究還是會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那一個發展的前提是在第一個 我們遷徙一生 所以劇團要負擔的只有我們一半的薪水 嗯 第二個有企業補助 嗯 那劇團的壓力更低 可是當我們 必須也要賺更多的時候 比方說我現在也有家庭的經濟壓力了 嗯 那一個習一生的薪水我也該畢業 因為他只能簽四年 嗯 我畢業之後我不可能再領同等的薪水 那劇團的壓力就起來了 嗯 那要怎麼樣推動這個東西 就會遇到困難 嗯 所以現在目前看來是 我覺得 年輕人來講 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排斥相聲 嗯 但是還是要找到強而有力的組織去來 把這件事情當成一個產業 嗯 再經營 嗯 比方說像脫口秀 比較扎根的比方說像 塑修 嗯 也是那種有錢沒地方畫 哈哈哈 對他真的是大力支持 那如果以更商業面來講的話 有這個薩泰爾 嗯 他們就是真的有把這個東西當成一個產 也有一條產業鏈 嗯 它就映然形成了 嗯 相聲當年有 現在什麼時候再有 遙不可期 那 所以相聲 像你剛剛說的 那麼一年可能有七百場這樣子 對 那他往下 可能 收看的人變少 你覺得那個原因是什麼 是中國 反中國化那個風潮嗎 還是說那個往下跌的時間 嗯 你有印象嗎 其實相聲經歷了很多次打擊 嗯 他剛這個國民黨 剛撤退來台的時候 很多人是很懷念 自己家鄉的聲音的 嗯 然後廣播那時候盛行 那相聲就是全台灣風靡啊 嗯 那沒過多久呢 這個廣播被電視打下來了 嗯 然後線下的娛樂呢 又以這個 這個工地秀又起來了 哦 那相聲已經 暫時的掛掉了 嗯 然後這個一直掛掛掛 一直掛到大概1985年 我還在上歷史課 他講得好好 我的媽 那個時候屏風表演班 是 弄了這個那葉 我們說相聲 哦 這個相聲劇 讓大家重新想起來了 這個藝術的美好 對 然後那時候已經 已經跑到那個 美國去賣牛肉乾的這個 吳兆男先生 哈哈哈 才回來 哦 再繼續發展相聲 那那個時候 我覺得相聲有一個 很巧妙的一個小變化 是相聲搭上了 小劇場的風潮 嗯 以前如果是一個 純娛樂來講的時候 這個時候相聲 演員讓自己偷偷的 穿上了一層 文藝的外套 嗯 嗯 變得文藝了 然後呢 也承擔了一個社會 批評家的一個 一個責任 嗯 所以你看那一頁這一頁 到後面的 宋耀青 馮一剛 以那個時候的 批判尺度 他們對於 比方說像 呃 就會產生 就會產生大家的 刻板印象 欸相聲是不是都一定要 那麼標準啊 哦 或像是怎麼這個 這個含蓄啊 怎麼那麼含蓄啊 這過度的文藝化 哦 然後再加上蜂巢 本來就是一個去中國化的蜂巢 相聲又被貼上這個標籤 懂 而那一代的社會批評家的地位 到現在 他們卻成為了某一種 呃 懷舊的 就是那一個 前一個時代的支持家 嗯 就等於你很難看到 老一輩相當演員出來 比方說 呃 他可能還是批判民進黨 嗯 那他不回去批判國民黨 嗯 或是他更不敢批判的是對岸 就等於相聲失去了那個 批判的力道 嗯 然後呢 娛樂性 也根本因為過度的文藝化之後 嗯 又失去了當年的娛樂性 所以走到現在的一個窘地 以前說相聲是一裝一邪 我要能夠上得了台面的時候 我可以有文藝性 是 我要能夠到民眾 以前相聲可以上工地秀 嗯 我也能來 現在的相聲是不裝不協 就是好像都沒到那個火候 就在太中間 然後兩個地方 你說文藝性的話 不如那些小劇場的事業作品 你說娛樂 比方說LPM這件事情的話 怎麼比得上漫才跟脫口秀 哦 卡了一個很中間的位置 對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位置 對 那你講得這麼清楚 那你還是為他著迷的原因是什麼 為他著迷的原因 對啊 因為你跟中間也把他批一批到這樣 就是 也不是我覺得 其實因為我們兩個去看《口想聲》 是 然後我在現場我真的覺得 我們旁邊的小朋友笑得非常開心 我必須得說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單口喜劇》真的不適合全家來觀賞 嗯 也不適合小朋友看 說實在 我現在講的段子 如果未來我女兒要聽 我會覺得 你要看這些不三不四的東西嗎 我必須老實說 就是因為我現在在這個年齡段是中年嘛 我30歲 我覺得這個社會有很多不公不義 我有好多話想要講 可是我會想要把這些這麼誇張的情緒 帶給這些小朋友嗎 我認為是 我不會 我未來如果生小孩 我可能不會看 可是 小朋友們他們 還是可能 需要一些歡樂 看一些非常輕鬆 然後很幽默的表演 這個時候我覺得相聲有他存在的表現 嗯 這是一方面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我自己生性 就是文藝性跟娛樂性這兩個東西 如果有高人的話 是可以融合得很好的 而在我現在手上 還傳下來的幾段傳統相聲當中 他也曾經 完美的結合過 那個其實我最愛的相聲的樣子就是這樣 你說他是藝術品 他是藝術品 你說他搞笑他很搞笑 嗯 然後當代也有人 其實雖然為數不多 但也有這樣的作品 我一直非常非常推崇一個段子 叫棺材太大動太小 是一個 新馬劇作家的舞台劇 改編成了相聲 是 然後他的編劇 其中之一叫蘇維勝老師 是我相聲界創作的一個名燈 嗯 那個段子就是又好笑 可是又充滿了對社會的諷刺 哦 那我們好像回去可以看一下 你網上找不到 因為被新加坡禁言 哈哈哈 怎麼辦 但是我有私堂 我可以連結給你們 哎唷 哎唷 先被留言 哈哈哈 對 留言給連結這樣 所以其實你覺得他是有一個 完美的一個 對 然後我現在每一次的創作也都在逼著自己 往那個目標走 但我自己覺得還沒有成功 哦 就是在那個文藝性跟那個娛樂性之間 取得一個 我自己覺得是很微妙的一個平衡 我自己就講說 你們就想像一個光譜 光譜的一端是昆曲 昆曲講究的是 就是傳統 唯美 慢 然後什麼東西要做得很精緻 講究的是一個 有點像還原過去的感覺 嗯 光譜的另外一端是 脫口秀 脫口秀講究的是 時代 我要跟時代對話 然後很快速 我可能今天五分鐘的段子 我明天就不再演這個段子 嗯 那相聲在這個鐘擺在哪裡 哦 我覺得相聲其實是很完美的落在中間 了解 這個中間有時候是一種尷尬 可是有時候也是一種 活力 活力跟美感的來源 對 所以我自己就是 希望自己能夠做到 這個 我這個中間是我刻意保持的中間 不是我不三不是不上不下的中間 懂 對 但這就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自己沒有做到 那你現在跟你的師父 是 是你們 因為單口是沒有師父這個 這個這個關係 你怎麼說呢 我不就是你的師父嗎 對啦 學人是我的師父 好色情的關係 可是你們是每週要見面嗎 還是所有師父要 他要 教導你到什麼程度 那你要給學費嗎 還是 就是這個師徒姿是什麼樣子 我跟我師父拜師 因為相聲界的老師跟學生 還有師父跟徒弟是兩回事 你只要付我學費 我都可以是你的老師 但這個學期過完呢 我跟你就沒有關係了 師父是 我磕一個頭 我跟你磕一個頭 那你一輩子就是我的師父 那我可以認很多師父嗎 那你的師父們可能會不太開心 誰搶我就拜師 不行 一生只能認一個 也有叫跳門 就是我跟我這個師父不太合 那跳門在這個江湖上 就會有一些爭議 哦 在你們這個是不太能接受 但也有比方說 我的相聲拜這個 我的主板拜另外一個 這個比較可以 哦 對 那你現在是拜幾個師父 我現在就一個師父 那你跳過門嗎 我當然沒有跳過 哈哈哈哈 你沒有跳過門 這個師父 那你跟師父的關係是 你幾歲拜他的 我18歲才拜他的 但我7歲就認識他 他那時候是文教部部長 哦 你剛剛有提到 他也考驗我了10年 哦 然後到要拜師的時候 其實他一直都很猶豫 因為師父代表什麼 比方說你現在去 拜一個水電工的師父 重點是保證你的工作 對 他也不確定說 我現在教小朋友相聲 小朋友真的能夠有工作嗎 可是我想問是 師父可以選徒弟嗎 還是都是徒弟主動要去找師父 師父可以拒絕啊 哦他可以拒絕 他都是徒弟自己想要來拜師吧 所以就老徒自己要來 對當然也有案例是 師父覺得這個孩子很不錯 哦 還有更誇張的例子是 有一個學生很不錯 三個師父在搶一個徒弟 哦那這樣怎麼辦 那位演員叫 是相聲大師叫馬忌 馬忌現在故事很久 但他對相聲的影響 到現在都還很深遠 是 對對對 就很天才然後大家都想要那個 對而且是演老的也演得好 演新的也演得好 因為會創作 而且創作的東西呢 諷刺的他也可以創作 啊這個捧中共的他也可以創作 就是他什麼都來 什麼都能寫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你那個時候就去拜了你這個師父 對 那有就是邀請他非常多次 或是誠心還是說一次就成功 一次 然後那時候的過程 這個要拜師的過程 有時候也跟這個戀人之間 要表白這個 哎唷哎唷 對對對 就那次有次慶功宴 然後師父就有小喝鹽酒 對 趁他最 哇你是小人欸 在計程車上 他就丟了一句話出來說 明漢啊 明年就是我50歲了 是 我有收土地的這個考量 考慮 我就非常聰明 我就順勢就說 欸那我可以拜嗎 我沒有收到他的這個 允許了啦 是不是 他要跟你包出橄欖枝這樣 是是是 然後 他已經幾日子在發問了 你們剛剛說 欸其實我也有另外想要辦師父 對對對 我明年也滿20歲了還是什麼 所以你就這樣子 就變成他的徒弟了 對 然後其實在學生的時候 反而才是一個禮拜一個禮拜上課 嗯 然後到拜師我18到20歲左右的時候 比較是他帶著我演出 哦 然後在旁邊學 20幾歲再過到現在的時候 的關係其實更 他的角色有時候更像是 一個一個可能是一個明燈 或是一個諮詢師 就不是那麼長的見面了 懂 對然後但他給你的建議 可能就會是 更大的方向 嗯 比方他就告訴我 他很久以前就告訴我說 你一定要利用你的 不要利用 你要運用 你要運用你的客語 這件事情 哦 你笑成這樣啦 太慢了 太慢了 就是要緊抓你的這個客 而且你要成為客家 那種小客家之光的那個感覺 客家一哥 他幫你找了一個定位 然後比方說 我在相聲演員裡面算是 我在相聲演員裡面 比較算是能讀書的 哦 我在台上的風格比較不是 野的那種路線 嗯 他就說你一定要找到 適合聰明的 講相聲的段子跟方法 嗯 所以我才 確實我就往這個方向發展 也找到了很多適合我的段子 嗯 然後寫出了很多適合我的段子 所以他後來就是給方向 嗯 就不會一個禮拜一個禮拜 像家教一樣 那可是師父任徒弟 有什麼好處 他可以分潤嗎 呃 其實齁 師父任徒弟是這樣 以前是說 這個拜師之後 三年 呃 你的演出費都歸師父 三年喔 可是你可以住師父家 哦 以前最以前是這樣子 對 但你要幫師父掃地啊 餵狗啊 哦這個好像古時候 對對對 真的喔 對那現在我們是沒有這樣子 那變成怎麼樣 呃現在 拜師之後 是不是說那個 你知道台北房子也不是很大 哈哈哈哈 對對對 所以我家要掃地機器人 你這樣來住我家 就是沒有什麼師之上的 呃其實呢 對師父的好處就是講說 我們要開枝善葉嘛 你的這個精神 你的作品 你要怎麼流傳出去 門徒板天下這樣子的感覺 對 然後甚至是比方說 你可能會需要一個歷史定位 欸他剛好就交到一個 會寫論文的這個徒弟嘛 哦 你就把他捧上天 在論文裡面把他捧上天 也未必要做成這樣啦 但是就是至少 比方說他有一些什麼作品啊 未來要出版 或者是要再演 我當然可以出一份力嘛 嗯 那再來就是其實 呃以前也是會這樣講 就是 徒弟就是師父 走的時候啊 養老送中 你也要負責 就是你要在家屬那一席 去磕頭 你要操辦師父的這個後事啊 嗯 對 那這個現在也是有 我師父還在 因為我覺得哇 相聲是真的好像是一個 歷史很流 很很很久 對啊 所以有很多習俗欸 然後導致現在好像蠻曖昧的 就是說欸 知道這個習俗 那到現在是到底要不要實施好像也 對 你是可以問嗎 可以問師父嗎 不行 呃可以 就是我們我們有時候也會重簡 呃 就是我們其實有點自由心證啦 那目前我們的做法 以前是 三節啊 就是什麼中秋也要一次 過年也要一次 都要去師父家登門拜訪 請師父吃飯 呃 那現在也不見得 但現在是每一次只要師父生日 我們就是土地聚在一起 然後一起給師父送一個禮物 哦 這樣子 對然後呢跟師父的關係 比方說 呃 至少我在效力台北取材的期間 我去外面接演出 就是會跟師父講說 欸 外面有一個什麼什麼邀約 有 我可以去嗎 你會回報這樣子 對對對 但是比方說像未來 剛剛我問到未來規劃嘛 當我回歸一個 跟台北取材是case by case的關係的時候 呃 可能要再重新討論 那這個討論會不會很尷尬 就比如說 呃 他們想要怎麼樣的紛潤 但是如果你不一的話怎麼辦 呃 我 我之前啊 因為我 我不是我們師門的這個大師哥 嗯 啊 該犯的錯我大師哥都犯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看你這個小鬼頭是 很會講話 大師哥 對對對 所以 所以我 我這一次我自己覺得處理很好 因為明年我要離開北取 但我不是說我跟台北取材切斷關係 也更不是說我跟師父切斷四度關係 而只是說 就像你 很多日本那個梳洗店 你來跟我學做梳洗 嗯 啊我明年要出去開店 懂 很正常的事情 對所以 也大概是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方法 那目前覺得跟我師父談的是 是很 順利的 對然後 呃 也 也各有好處吧 比方說 徒弟有時候也需要發展 這個師父自己 他也養過兒子他知道啊 總要讓小朋友出去發展 嗯 而對師父來講 他這個 也付了我們四年這個定心啊 他壓力很夠大 哈哈哈 哈哈哈 而且現在相聲是不是 都是團體比較多 好像我們之前去看 都是兩個兩個比較多對不對 你說兩個兩個是什麼意思 兩個兩個一起講啊 哦 你說單口跟雙口這樣子 對啊對啊 是嗎還是其實都還是有 單口相聲已經有一點沒落了 哦 就是我講因為他笑點密度太低 哦 所以現在對於這個單口相聲的這個需求跟市場 是有點問號的 因為雙口其實比較快一點嘛 對 對口 對口 雙 雙口對口 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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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相聲是鬥根跟捧根 對 我自己覺得漫才的角色區分更純粹跟角色化一點 哦 他就是那個人 就是很傻 對 裝傻我覺得這個名字取得特別好 他就是裝傻 吐槽就是吐槽 對 可是相聲的捧跟鬥之間的關係 很微妙 可以切換對不對 我記得 我自己分了四類 第一類是鬥根的笨 捧根的聰明 嗯 第二類是鬥根的聰明 捧根的笨 嗯 第三個類型是 鬥根跟捧根都是忽然聰明忽然笨 哦 第四個類型是 鬥根跟捧根都是正常人 他們在講故事 是故事裡面的人笨 哦 並不是講的人笨 哦 你有覺得宋敏海好像真的很會念書耶 因為從剛剛到現在 他講這些很複雜的東西 我都能聽懂 而且他都會用非常簡單明瞭的方式 讓我們了解 還有剛剛講的那一段歷史 你不覺得他都講得非常好嗎 對啊 還是你要不要回去教書 我希望我可以耶 因為你很適合教學耶 他不知道念到博 想要念到博士去 因為要是王學人講這一段 我已經放空了 我就會 聽擺懂 有四種齁 有四種方式 然後你相信聽哪一種 我都不想聽 脫口袖有拿五種方式 所以你剛剛有 你說你有這種四大 就是說雖然你是兩個角色 但其實他是有四種呈現方式 對 然後就是以這個結構類型來講 漫才的主流還是建立情境嘛 我好想當便利商店店員 我們來演 可是相聲就比較雜 也有建立情景的 然後也有說 我今天就是講一個故事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 也有這種 也有不是故事 是我跟你辯論 說我覺得男人比較怎麼樣 女人也有這種段子 所以 會有一個是比較的嗎 有 我會怎樣怎樣 我會怎樣怎樣 另外一個比較比去的 對 然後也有分比方說 鬥根講很多話的 捧根就是 大家印象中 嗯?喔?阿? 也有這種方式 也有是兩個人台詞 差不多兩個人都在吵架的 也有 所以很多表現的方式 對 我自己覺得 漫才的兩個演員在台上 更像符號 更像元素 方程式裡面的元素 嗯? 那相聲演員 更像 人 嗯? 對 那好處 對於漫才的好處來講 這個我也跟那個 漫才稍微聊過 他們說當角色那麼扯 他們講話你聽得懂喔 他們很努力啦 勉強 三部講話那麼不清楚 聊過那之後沒有結論 聊過之後後來決定不聊了 聊不下去 不是意見不合 是語言 漫才稍微超好笑的 很推薦大家 對 但他們給我一個很好的觀念 是我覺得 他們講說 漫才這麼符號化的好處就是說 我只要類似於等到這個三幕 呃 開口了 我就知道我準備要笑了 喔 他等於就是有個cue在那邊 這個人就是很傻 對 那相聲是 對這件事情就比較吃虧 是 所以相聲第一個笑點出來 可能會比較久 喔 但我覺得相聲這樣的好處是 利於跟觀眾溝通 喔 可以講更多的話 或是更多的即興的東西 而且可以好像可以更深 對不對 因為漫才對我來說 好像蠻多都是比較 比較情境式的 然後很很直求 就是漫才對我來說就是 就是他 就三幕一個表情 我就可以笑很久 呃 這個我不太敢講 漫才深不深 因為我了解沒有那麼深 沒有好不好 是我的感受而已 就是我覺得漫才對我來說很直接 就是三幕他一個笑 他也不用講話 我就覺得很好笑 但是在相聲的時候 可能會是要更理解 他們現在在講什麼的時候 比較容易笑出來 需要聊一聊 聊進去 甚至有一段時間呢 他的目的真的就不是為了鬥笑 也不是為了LPM 他只是為了讓大家進入我的狀況 是 確實有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相聲就是一個人在講故事 然後另外一個人會幫觀眾發言 就講這樣 然後就怎樣怎樣 問他問題 然後就會繼續把這個故事講得還蠻精彩的 那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型態 然後你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想 就比方說 我們講這個單口相聲 一開始是單口相聲 然後講一講 總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比方說 我昨天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們知道是什麼事情嗎 我來告訴你們 講一講這個單口相聲 有人覺得 我這樣廢話太多了 我再抓一個人來 然後把我剛剛講的 你們想知道是什麼事情嗎 把這個台詞放到他旁邊 讓他來問說 怎麼了 是這樣子發展來的 那後面又會覺得 他只說怎麼了 又太少 他能不能 他也來逗一點什麼東西 然後就會發展出兩個人 我們一起來演一個戲 叫黃鶴樓吧 懂了解 所以是從單口延伸變成對口 對 那你的 那個對口夥伴是 你們是怎麼樣找到夥伴 是也是 師傅啊 或是取育團給你們 分配的嗎 還是你們是怎麼找到的 我明年也20歲了 也想要一個夥伴 你們是怎麼找的啊 我現在固定搭檔是思維 我們明年要固定搭檔第五年了 但是他反而不是跟我一起長起來 我們有一批跟我一起長起來 你說你們是同梯次的 對 但是思維不是 思維就在原本那個漢林那個團隊 那漢林後來就是很多人分家了之後 他們也有在培養新人 那思維後來也離開了那個團隊 一個團隊有那麼多人離開 你們就可以自己思考一下那個團隊怎麼樣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在衝了是不是 對對對 就是把他向上成一個這個 鄉生界的這個戰惡魔的這個感覺 哈哈哈哈 鄉生界的余孟心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 誰都是那裡出來的 OKOK 但誰都想離開他 哈哈哈哈 你很乾淨嗎 哇哇哇哇 但是很精準的一個地理 原來相村跟漫才也是一脈相承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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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他是別的地方來的 對他來了之後我們搭過一次 然後就覺得我們兩個的節奏很match 嗯 然後我們聽過的東西也很match 我們的審美很match 嗯 然後後來我又提出了一個很經典的段 就叫五墜子 就是你印象很深 跟那個塑膠袋那一段 哦 那一段是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傳統很大的一個段子 編起來大概30分鐘 哦所以那個算是一個傳統的 不是你們 傳統的作品 然後是朱德鋼老師的拿手作品 是他那一個師門的拿手作品 是 然後剛好在這個習一生這個制度底下 朱德鋼老師好像教了我們幾個 連續教了幾個月 每一堂課就是教這一段 一句一句教 然後我們演出來效果非常好 嗯 然後我就後來就會跟四位講說 欸我們要不要考慮固定搭檔 然後他也覺得很開心這樣子 嗯 他覺得很開心嗎 那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還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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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真的假的 對對對 可是他跟你的演出金 那個年資什麼都差不多嗎 還是你是他的大前輩 哦沒有沒有沒有 他他比我晚一點 他14歲才開始說相聲 他竟然說14歲才開始 14歲我在幹嘛 我在看網友遊戲耶 他都已經打棒球放棄棒球回來了 過帥 真的在開始 你的人生好早就開始努力跟表演 而且跟我爸有關係 我爸一直是規劃 就是勸我要早點做規劃的 也太早了吧 14歲 太板人生都已經毀了 14歲 我還在看蠟筆小新耶 沒有沒有他就是這樣的 我小學有時候考試考不好 他就很挫折 怎樣是考不好 就是大概就是 滿倍百 有一次我真的數學考很差 有一次我數學真的考六十幾分 對於小學生來講很低 然後他就講說 真的 我有個朋友在修車 要不要考慮讓你不學修 至少有一技之長 也不是一定要讀書 一次失敗你爸就會 他就是對 他就是有一點危機 他就會想好一萬種這個彌補的方法的人 是是是 你爸是比較有規劃的人 對對對 包括我媽在懷孕的時候 他就胎叫跟我媽的肚子講英文 然後呢我一生出來喔 他就叫我媽 我們家的費用 只能跟我講英文 所以明翰你現在是有錢人是不是 那時候我爸媽雙新的時候比較有錢 後來就沒有 對對對 後來我爸媽離婚就沒有 但是有一段時間 我是先學英文 欸他家有費用欸 你家有費用嗎王學人 我家沒有費用 我只有我媽媽 你媽媽是非律賓嫁過來 他媽媽是全職家 我媽是英文很差的費用 對 喔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你爸就跟你講英文 對 他原本希望我當外交官 我靠 對 也不知道怎麼想 台灣我哪需要外交官 也要斷交的時候要去 喔厲害喔 要去簽個約這樣子 欸可是你跟你爸的關係好嗎 感覺你爸在你人生中是 好像很重要的存在 因為你從剛剛到現在就 蠻常聽到爸爸的 我覺得他對我的人生影響是 真的是非常重要 就是他也從小就給我很多選擇的權利 我想要去打棒球 開明 我外婆哭著打來講說 你送一個小朋友去打棒球 你等於剝奪她的受教權 你外婆感覺也是學歷很高的是不是 沒有外婆她也沒有 她是那個日本 日本時代的時候 但是她講受教權感覺是很有那個 就是有一些齁 自己學歷不高的人 會期望自己的子女學歷高 那種很可惡的 了解了解 所以外婆是 我有讀書高的感覺 外婆很緊張 對可是我爸就是覺得 他覺得體育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非常刺激一個小朋友的頭腦 喔 包括說相聲這件事情 表達口語這個能力 對於一個人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全面的 所以他都鼓勵我做 但他每次鼓勵我做的背後就講說 但是你書一定要讀好 喔他的標 就是他只有這個原則 對對對 所以他沒有剝奪你的受教權 他只是剝奪你睡眠的權利 可是你爸的要求會很高嗎 不知道前三名還是怎樣 他有讓你壓力很大嗎 呃其實還好啦 還好 而且到後來 比方說我到要考學測很緊張的時候 其實都是他來關我房間的燈 就說不要再讀了 夠了 喔那很Sweet 就哪怕到現在 我要準備那個碩士資格考 我爸都跟我講說 好啦夠了 老師不會給你不過的 因為他以前自己也出過 碩士資格考題 他自己知道 那個不是拿來盪你的啦 其實他基本上會讓你去 辦這個口試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讓你過 不然他不太會讓你 讓你辦 這個不是口試 資格考不是口試 喔是資格考 資格考是這個 暑假前開給你30本書 然後你暑假看完 然後開學第一週 考生論題這樣 喔喔 對 你現在是唸 你還在唸書 還在唸書 你唸碩士 然後你接下來要唸博士 對 你真的 你唸完博士 你花了幾年在讀書 我不太缺 但我碩士希望兩年半啦 那博士不知道多久 你不會覺得很累喔 你喜歡讀書喔 我目前 因為像我是很不喜歡讀書 這麼直白嗎 對啊 他不需要別人剝奪他的售教學 他自己剝奪自己就不需要 我不想要售教學 他不需要售教學 真的啊 你是喜歡唸書嗎 我覺得我 因為我研究所也是讀戲劇的科系 然後我就是要往相聲的研究這邊去走 所以也是很開心的啦 而且 有在理論中找到一些 我自己覺得學術上的使命感 喔 怎麼說 因為相聲一直不被特別當成一個什麼東西嘛 我沒有說我不知道 對 沒有一個很 比方說 就研究價值 很多人可能想到的是金句 是昆曲 所以沒有很多人好好的研究相聲這件事情 然後我確實有找到很大的BUG 什麼意思 就是你們都說 感覺相聲有很悠久的傳統 相聲才沒有 真的啊 相聲的歷史跟美國職棒大聯盟一樣長 我不知道 為什麼大古祥平不是傳統藝術接班人 而我是 所以你是說根本就沒有那樣 大家 相聲源於現代中國啊各位 可是我覺得是大家好像都 不要說大家 就像我這種比較沒有受過教育的 就是好像是覺得糊在一起 就覺得好像這種比較 咬文爵志的 對我來說好像都是很久遠的藝術 我覺得相聲的傳統這件事情 是有被刻意強調的 就是相聲進入到1949之後 你看 他又在開始講歷史了 他信口年來都是那個 1949是怎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啊 對啊 1949就是國民黨撤退來台 中共接手之後 他們開始強調 我們要怎麼進化相聲這件事情 然後讓相聲背負起一個社會功能 就是文化教育跟這個實證 不管是包歌頌還是批評 傳遞一些他們想要傳遞的消息 對 然後呢後面到文革之後 相聲被毀了 然後1980幾年之後 中共又很想要急於建立 八幾 不知道 反正就是1980年代 資格考失敗 太沒資格了吧 對 1980年之後 他們開始 又想要幫相聲找回傳統 結果他們就很開始去翻那些歷史書籍 哎呀 到底要怎麼讓相聲找回他的根 所以你覺得他是有一點被利用的藝術 不能說利用 就是發展的時候總會跟政治結合 而政治強調了他傳統的那一面 來到台灣也一樣 因為他變成一個 我們故鄉 我們我們我們 就是比方說 那時候還懷念中國的時候 思念的時候 也強調了他這一份傳統 然後到 吳兆南未榮好的時候呢 他們強調的就叫 術而不作 嗯 就是我只要能夠把 大陸的那些相聲 完美的復刻出來 我這一代的任務就完成了 嗯 所以然後到後面 甚至是到這個小劇場運動的時候 相聲變成一個 噢我們要來做一個 跨界的戲劇 要拿一樣傳統藝術 放進我們的戲劇裡面 他就被推出去 被推出去 欸相聲很方便 相聲拿來 但其實相聲的本質有那麼傳統嗎 其實我可以說 很負責的說沒有 嗯 對相聲是被迫傳統 那現在相聲在大陸那邊的狀況是怎麼樣 你是知道的嗎 呃我大概知道 那你會過去嗎 就是那邊有比較多機會嗎 還是其實也沒有 有有有 那邊有邀過我 但是當然因為現在兩岸的關係比較微妙一點 所以我個人認為現在不是一個台灣人進場大陸的一個好市集 可是他們那邊的票什麼都還是賣得很好嗎 還是說 因為那邊有德雲社嘛 哦那邊有更大的一個在支撐的一個 對 類似是企公司 德雲社就是他們最大的 對 德雲社就是郭德剛嘛 郭德剛的那個有錢程度是可以上這個中國的那個什麼富豪排行榜 哦 所以他們還是有一個很大的支撐 他們已經把相聲跟追星這個東西結合了 所以他們就看德雲社就是拿手牌啊 是 所以他們是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一個一個市場在 那你現在不過去你你會 這個關係可能他一直就這麼微妙啊 你會有進場的時間點嗎 嗯其實我已經想過我一輩子不過去的可能性 所以他只是接班人你也不能過去吧 可以過去啊可以過去啊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他就可以過去啊 我都可以過去啊 我現在要過去 其實事實上那個前幾年央視 要做一個喜劇節目有找到我 網路上有滑到我的影片覺得不錯 他有說可不可以發一點完整的影片過去 對 但那時候就是我就覺得兩樣的關係太微妙 我不想要去一個管很多的劇組 懂 然後我就發了一個那個專門講出軌的一個影片 說欸您看看這段怎麼樣 你就知道他們不會 再也沒有回我 就他們好像真的是蠻多不能講的對不對 黃毅豪當年沒有被封殺的時候 也是去對岸比賽 然後他真的都氣死 就是說管這個文字怎麼會管到這個地步 就是粉絲這個詞不能用 因為粉絲指的是我國的食物啊 那個fans啊 是一個外來語啊 我的媽啊 所以黃毅豪那時候就在臉書發了一個很生氣的文 然後就被對岸翻牆過來的網友看到 然後再回報回去他就被封殺 他被封殺是他有收到通知嗎 還是他怎麼知道 他說通知就是台北曲益團 就是受邀參與一個兩岸曲益歡樂交流會的一個演出 歡樂交流會 兩岸曲益歡樂會 喔歡樂會 然後葉老師提報的演員名單裡面就有黃毅豪 然後他就被退回來說 黃毅豪不行 他就知道他自己已經急急了 然後其實黃毅豪前幾年有解封過 因為這個封殺是有年限的 但是在解封的那沒多久 又被別的網友發現 他的別的言論他會被封殺 所以那時候初步承報上去 那個黃毅豪是有通過批准的 然後那天演出是到彰化 到了彰化的現場 說不能讓他上台 但還是有付他車馬費 等於讓他坐高鐵到這個 算了算了還是還有 有留一個情面 有留一個情面 但是為什麼你決定是不過去 因為他很喜歡粉絲這個詞 你覺得還是很受限的 還是不要過去好了 都不要 這句話其實是我覺得很無奈 如果說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是 因為那邊的確有更大的舞台跟資源 如果他要你辱華你就辱華 意思就是說 我不管做什麼事我都會辱華的話 對 那可能真的不太適合過去 其實也蠻痛苦的啦 因為你說要 你說我雖然在我的社群媒體上 沒有太激進的言論 可是比方說 我跟黃毅豪同台那麼多次 他隨便拿照片就可以封殺我啦 對啦 的確是這樣 那如果已經發展到這麼危險的情況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在台灣啊 新加坡馬來西亞 找新出路也不一定 了解 對啊 那你 我現在開始不要跟好哥合照 還不及了 太多了 我當年在香港讀書的時候 有一次參加一個台灣學生會 是 一個台灣ist night 就是我們包了一個活動場地 然後賣顏書機啊賣什麼東西 然後有表演 我也表演我的相聲要主板什麼的 然後就合照的時候 一個學長沒有說 突然就拿出一個這個台灣獨立器 這樣橫在前面 然後那時候我就穿著長袍 我就站在那個中間 你也避無可避 然後其實 那種的文化環境下 我們其實 我們很難說不 嗯嗯嗯 因為你說不 你就會被貼上另外一種表情 對 所以我就只要OK 硬著頭皮好拍 好 然後這個照片就被 這個大 我大陸的朋友發現 然後就轉到那個 他們朋友圈上 然後就說 最近我們學校是港讀 跟台讀的這個大校 大家看到務必要制止 然後我在中間 穿這個紅色長袍 哈哈哈哈哈哈 喔真的仿不勝仿欸 喔真的是 那你說怎麼辦咧 對對對 你說怎麼辦 真的尷尬 對啊 因為你拒絕也不是 對啊 對啊 我可以插播一個問題嗎 是 想要聊回那個 就是你的怪客靈門 好啊 你說最 大概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 一個問題就一個問題 就是你覺得你在怪客靈門 就是 算是第三季 第二季 第二季 就是你這個第二季 到目前為止 最高光的時刻 是拿下金鐘獎入圍 還是邀請了Luxy Girl 好無聊 那問題 就是Luxy Girl啊 那個 喔對 那個入圍是第一季入圍 喔是第一季入圍 對對對 那我錄得最開心 卻是Luxy Girl那一集 OK 你不是我女朋友嗎 哈哈哈 忘了是不是 我沒有跟她講 我要錄這個part case 哈哈哈 但是不得不說 Luxy Girl是非常的敬業 喔 非常非常的敬業 就是我們之前跟別的啦啦隊合作過 那我們知道我們這個節目是 又有線上讀本 又有現場排練 對 那之前啦啦隊我們也能夠理解他們忙 所以線上讀本沒有來 排練也沒有來 是錄影的當天才來 然後呢 甚至她那個劇本要做什麼 她也不太清楚 了解 對 然後呢 當然她會有經紀人把它保護得很好 可是Luxy Girl就不是這樣 我們從線上讀本到現場排練 他們每一次都參與 對 而且他們是會丟東西的 嗯 所以 從他們身上能夠 唉呦很意外的感覺到某一種 呃 願意為了喜劇去付出 然後也不怕伴醜什麼的 我就覺得 唉呦 也蠻驚艷的這樣 所以你現在是他們的粉絲嗎 也沒有啦 但都有follow IG 哈哈哈 所以我沒看 嘴角講到那個 從剛剛那個 一直笑笑的那樣 我看他講歷史的時候 他現在是個驕傲的客家人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你以後會想要 教書嗎 我 我會想啊 你會想要就是 我就跟我學校的教授講說 我想要成為一個最會講相聲的教授 哦 對 你是想要教大家演相聲 還是你想要教大家相聲的歷史 其實我想要做研究 因為我覺得相聲有太多可以研究 卻沒有被發現的東西 就我讀到這些書 我發現太多BUG了 哦 欸他很猛耶 他真的很適合做研究 所以你就是要寫一個論文 然後講說你們他媽的都搞錯了 哈哈哈 我現在的論文手法比較是就是 本文無意 什麼什麼這樣 但是本文發現了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微婉的就錯 對 因為你剛剛講的那個歷史上很多 呃可能相聲他被用來怎麼樣的應用 是真的課本也沒有教過 然後我們也沒有去意識到這件事情過 我只是覺得好像有一陣子像中很流行 譬如說雙奧青他們的段子 好像離我小時候有一點近 可是有一段時間又不見了 然後好像最近又有了 那就是有一點覺得跟這個藝術好像是 有時候近有時候遠 但也不知道原因 是是是 那到底是 是沒落了還是怎麼樣 都不知道 所以是沒有你這樣的這個 今天這個跟我們分享 我們是這個不知道 那個接班人 跟我們分享 國家級的傳統藝術接班人 哈哈哈 所以我們今天聽眾就是上了一堂這個 宋明翰老師的相聲課 對對對 真的是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接班人 穿同藝術接班人 沒錯我們也穿同藝術接班人 那你最近有什麼演出嗎 就是我知道你跟豪哥是什麼 相聲 相聲失控 那個是什麼 他是那個定期的節目還是 呃我們就是下半年跟那個 呃群島群島那邊有合作 台中的一個場地 對他們就希望一個月慢才一個月相聲這樣 他是售票演出還是說他是open mind 是售票演出 ok 然後其實就是希望 恢復相聲的某一種活力 那種活力未必是一種藝術的完美 可是是一種超更新 你們就想像我們 他好會講話喔 我的媽 我接班人不得了啊 真的他好會講話 我看了我都聽了我都熱血沸騰 對啊 就你想想看那個時候 相聲剛發言大家都還是街頭藝人的時候 那些相聲演員他們肯定會說黃色笑話 肯定很粗俗 可是呢肯定也是如果能夠說的好的 一定也是賺的盆滿撥滿 或是被人民視為某一種 這就是我們要的聲音 可是曾幾何時 現在相聲演員已經忘記這件事情了 好會講話 我的媽 他說故事能力好強喔 這是台中的初入版的相聲 對對對 幫大家沒有讀書的人翻譯一下 對 所以我們就希望在這個台中場做一個 這樣把相聲恢復到某一種 還沒有定型 還沒有 甚至我們不把相聲當成藝術 我們把相聲當成一個 逗大家笑的一個工具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樣子 很奔放的一個 對對對 我跟你講好 那明翰我在這裡問你 因為你剛剛這個一個小時 我們這個交談 你勾起了我對相聲的這個熱愛 所以如果我在這裡就說 那我可以拜你為師嗎 你會接受嗎 你26歲有辦法當我的老師 你願意嗎 沒有欸 什麼叫沒有 是什麼 是不是要還是不要 沒有欸是什麼意思 自己第一個拒絕的途徑 沒有欸是什麼意思 沒有欸是什麼意思 我想要這樣暖收 然後你給我之後 沒有整個節奏打外 然後再錄30分鐘 真的 什麼意思 什麼叫沒有欸 後面變成我的火烤 要或不要 沒有欸 沒有 我自己是覺得我要到50歲之後 才能當師父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當師父太難了 不會 你剛剛講得很好啊 因為他家沒有地方可以給你住 哈哈哈 我可以住自己家啊 老師 我可以住自己家啊 這樣可以嗎 你可以當我的這個 比方說我有開課 但是你死了 我是沒辦法去跟你 因為我可能先死 哈哈哈 先跟你說 先跟你說 這樣可以嗎老師 嘿嘿 因為我覺得相聲很難的地方就是 一般比方說像金句 昆曲 昆曲有師徒制 那個比較東西可以是 我做一套 你跟著我做一套 一模一樣的 對 OK 然後呢你要發展個人特色到很後面再來 可是相聲我真的覺得 從小你就要挖掘這個人 我有特色啊 我單口也講得不錯 可是我不會 還是你要看我的影片 哈哈哈 你挖掘不出來 我有沒有看過 他挖掘不出來 他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挖掘 覺得看了看覺得還是不要說 哈哈哈 因為我自己有教過小朋友相聲 我超不敢教小朋友說相聲 很難是不是 因為我不管怎麼樣 一定會用我的方式去教 你不想要讓他變成你的形狀 哈哈哈 好奇怪 好奇怪 對 對對對 教小朋友相聲要怎麼教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師父很厲害的點就是這樣 我從來都沒有經歷過 他一句我一句的 他對我挖掘 比方說我小時候比較外放 比較皮 他就說那你這個可以試試看 這樣子去講 喔 他你很小時候就不是 他是很音才師教 不是照他的方式 他就是依照你的方式去推進你的 對 但我在教小朋友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喔 我不要硬逼他學我的東西 可是我又找不到他適合的東西 喔 我覺得我可能到50歲之後 才有這個能力吧 所以你50歲的時候 會收我為徒是不是 希望那時候你才在 因為我還 你26 對 那我32也差一個 欸這樣差幾歲 6歲 對啊 那個時候你可能 對相聲已經沒有興趣 哈哈哈哈 我說已經沒辦法講話了是不是 太老了 我不知道那時候你在幹嘛 對 所以那時候脫口秀已經落寞了好不好 那時候你已經是脫口秀教母 哈哈哈 教母是狂小胖 哈哈 哈哈 好好那今天真的太感謝明翰老師來幫我們上這些課 天啊 是吧 真的是學到很多 因為我們頂多就是看相聲表演 然後可能知道一些段子 但我們不知道相聲的發展是怎麼樣 真不愧是 而且他的這個表演能力真的太好了 嗯 其實那個雖然想做結尾 但是還是要大力的稱讚他一番 因為像單口演員很多 我不知道其他有沒有科班出身啊 但像我們兩個是 我們根本沒有做過什麼訓練 只是覺得好像能逗樂身邊的朋友 就上去了 然後上台之後才發現自己咬字不清 然後語速太快 然後有很多肢體都 你為什麼在笑 你不收我為主就算 你現在笑不笑 你在取笑老人家嗎 我只覺得你突然誠懇起來 哈哈哈哈 好可怕 他其實超愛教小孩子 他只是不想收你 所以他就翻了一大堆 好那我們就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 笑聲也也還好了 拜拜 哈哈哈哈